大家好,我是小乔 你们看我的手 今年又被动了 又动成了这个熊样子 唉,其实说实话 我今年已经很注意保护我的手了 平时都会涂点护手霜 然后穿的也比较暖和 但是呢,前段时间 帮花农卖花的时候下大雪了 外面特别特别冷 然后我就在雪地里面制补好几个小时 一不小心呢,手又被动了 然后最近呢,也在网上 收到了很多热心网友给我的留言 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我这边呢,也收藏了一些 给大家看一下啊 读给你们听一下 有的让我用新鲜的 小麦苗熬水泡熟 还有的让我 用山楂烤熟之后 浮在手上,这个我去年试过的 这个 这个让我们家杀猪的时候 倒一拔出来的时候 我的手伸到猪脖子里面 30秒钟会有效果 这个我觉得太残忍了 这个蛮熟式鞋太恐怖了 这个不行 还有让我用辣椒杆煮水泡手 正好呢,我们家菜园里面有点辣椒杆 我现在去试一下 看看有没有效果 这是我们的 就不得来 提醒你 有没有效果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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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